阿吉进化了 这次我们来说说 据巴林梦的制胜关键林俊吉 他摆脱前一阵子的低迷状态 在梦想家上半场球队进攻比较不顺的时候 他在第二节跳出来连进四个三分球 截至23年3月18日 他PLG排名第四的161次出手 有40.373分球命中欲 可以看到他这场很有信心 即使离三分前快两步的距离 也果断出手 以及我们多次看到 队友一个单挡他立即出手 这场阿吉三分投十中六 得分21五篮板两出攻 他在赛后访问中这样说 第二节的时候就是 没有在第一节的时候 就是教练有掌的时候就提醒我要出手 因为有很多空档我就没有出手 然后就在第二节就大胆的出手 然后就连续投进这时刻这样 整场比赛 敏航员对你的防守压迫 面对这样的防守强度 你自己如何准备来突破 有因为在可能前几场就已经有这样的压迫 然后就是在练球的时候有跟教练讨论 然后还有看影片就是在针对这些档才就是有做比较多的修正 然后才可以赢下这场比赛 然而被针对防守曾经1月15日到2月17日 7场赛事他有4场低于10分 如今他修正过后 最近一个月他稳定输出16到23分之间 而且他更进化的是 这场他外线没有机会时 他改换攻击切入 充分利用他的灵活刁钻 加大了防守压迫他的难度 曾是UBA冠军赛MVP 在梦想家争取季后赛席次的时刻 若能帮助梦打入季后赛并晋级冠军决赛 他无意将是卢俊祥年度MVP的最大竞争者 你觉得阿基可能得年度MVP吗 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下次见